嗨 大家好 Jessica 我今天劍橋有一個一年一度的 Open Studio 我今年當然不會錯過 As an artist 當然是想來看看其他 artist 在做些甚麼 今天又很好的天氣 剛剛來到這個 我覺得挺吸引別人走進去 因為它這個 Art Space 一路都是玻璃落地窗 就是這樣 又不是人 又不是太多 所以都挺吸引我 大家一起進來看看 一年一度的 Cambridge Open Studio 和往年一樣 在今年繼續展示劍橋和周邊其他地區藝術家的作品和創作空間 這個是為期四個週末的年度藝術活動 通常都會在整個七月舉行 今年有超過350位藝術家參加 當中包括有繪畫、雕塑、攝影、圖詞、珠寶設計、板畫等等的多種藝術形式 它的開放時間通常是每個七月的周末舉行 參觀時間一般都是上午11點到6點 而工作室對公眾是免費開放的 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和欣賞當地藝術家的創作 主辦方還會提供參觀地圖 幫助參觀者規劃行程 方便找到各個藝術家的工作室 因為你會在地圖上看到 有些是Working Space 但有些是藝術家本身自己在家的工作室 所以地點都會比較散亂 臨出發之前是要做少少功課 規劃行程 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作品 為了促進本地藝術家的發展 Cambridge Open Studio 會通過它的官方網站和社交媒體平台 發佈最新的資訊和推廣 包括藝術家的介紹 分享參展藝術家的創作過程 靈感來源和個人的故事 還會定期發佈活動信息 藝術作品餘覽和參觀指南 保持觀眾的興趣和參與度 舉辦和開放工作室相關的社會活動 例如藝術工作坊 講座和開放討論會等等 吸引更多本地或附近居民參與 從這一點 你可以看到 其實在英國 不單止在倫敦或其他大城市 連劍橋這些學術性的地方 都很重視培育當地藝術家和他們的發展 原來今年的Cambridge Open Studio 已經踏入50周年了 劍橋開放工作室 是一個致力於推廣當地藝術家的年度活動 這個活動的起源和發展 其實都相當深厚 當初他的初衷 是想讓藝術家有機會展示他們的作品 讓公眾能夠進入藝術家的創作空間 了解他們的創作過程 這種活動有助於增強社區對藝術的認識和欣賞 而Cambridge Open Studio 自在促進藝術家之間 和藝術家和社區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建立一個支持和激勵藝術創作的環境 原來劍橋開放工作室 是在1974年成立的 這個活動最初是由一群 小小的劍橋地區藝術家發起的 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 讓更多人了解和欣賞本地的藝術 隨著時間的推移 Cambridge Open Studio 逐漸壯大 吸引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參與 現在這個活動已經成為 劍橋一連一度的重要文化盛事 由最初的小數幾位藝術家工作室 到現在超過350位藝術家參加 Cambridge Open Studio 真是你都看不出原來他這麼厲害的 原來活動的組織 是由一個藝術家自行組織 和管理的非營利性組織 成員包括參展藝術家和志願者 他們的共同合作 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而Cambridge Open Studio 的運營資金 是來自於藝術家參加費用、贊助和捐款 這些資金主要是用於宣傳和組織活動的 他們通過開放工作室活動 除了提高本地藝術家的鮮明度之外 更加致力於通過藝術教育和參與活動 可以啟發更多人對藝術的興趣 並鼓勵年輕一代投身藝術創作 所以這個活動 如果家長帶著小朋友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教育活動 我當天就選擇了去這個藝術室 裡面大概有不超過十位的藝術同時展覽 這裡的場地不算大 但是展出的作品種類都有點不同 最開心的就是可以直接跟當地藝術家聊天 跟他們直接交流 了解他們的靈感來源和技術技巧 我當天第一位遇到的藝術家是Carmen 他跟我說他最喜歡就是搭火車去康和寫生 有時會就地畫畫 有時會在不同的地方畫了一些sketch 或者拍了一些照片 回到studio就繼續創作 他很多的畫作靈感都是來自大自然 雖然在視覺上都比較抽象 但是仍然看得出是一幅幅的抽象風景畫 他說他最喜歡用acquillic 因為他喜歡畫很多層 油畫就比較難乾 acquillic 就可以讓他用最短的時間 畫最多層 層層疊疊疊的 造成畫面的質感 就眼看下去 我還以為是油畫 在Carmen 旁邊的另一位artist Kristin 他是一位陶瓷藝術家 首先吸引我的是Kristin 用色比較統一 他今次展出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藍綠色 原來他的靈感是來自海洋 他的作品充滿了海洋的心碎和神秘 藍綠色的色彩 彷彿就好像將我們帶入無邊的海洋世界 他不說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有部分的作品 是用了相同大小的模具做出來的 即使他用了相同大小的模具 但是每件作品 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生命力和個性 因為藝術家在每件作品上 都做了一些獨特設計和細節上的處理 例如他在每件陶瓷作品表面上 他都精心設計 創造出好像海洋波浪的細緻紋路 這些花紋設計看似簡單 但當在光線下產生的陰影和光澤效果 就增添了作品的層次感和藝術性 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視覺效果 這些表面處理 包括顏色的變化 紋理的創造和細緻的雕刻 令到每件作品都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Kristin是一位很friendly的藝術家 知我對陶瓷是外行 認識不多 但是她絕對不論識 教我一些基本的考知識 不知道在觀眾之中 有沒有人對陶瓷製作很有興趣呢? 儘管留個言給我吧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或者都會再想拜訪Kristin 了解一下陶瓷的製作過程 Sara 是一位自學抽象畫家 她的創作風格多變而富有個性 作為一位自學藝術家 她沒有經過傳統藝術教育的束縛 因此她的作品展現出獨特的自由和創意 Sara 的作品題材豐富 有時她會選擇抽象風景畫作為創作主題 在她的抽象風景畫之中 Sara 運用大膽的色彩和動感的不足 將風景之中的山川河流 賦予觀眾無限的想像空間 除此之外 Sara 也熱衝於創作純粹色塊構成的抽象畫 在這些作品之中 Sara 專注於色彩的對比和協調 通過不同色彩的排列組合 創造出富有節奏感的視覺衝擊力的畫面 令觀眾感受到她對藝術的熱愛和對美的追求 說到這裡 Sara 提及一段小插曲 她說她在模擬之中發現一件1890年製造的畫框 她特地將她的Modern作品 裝在古董畫框上 來一個新舊合一的視覺效果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Ama 是一位來自紐西蘭的藝術家 她曾經在西班牙生活了十幾年 2017年再移民到英國 她說自己經常感到像一個局外人一樣 這種感覺 也深深影響了她的創作 Ama 之前的作品 以她的日常生活和經歷為主題 反映了她在不同文化和環境之中的適應和探索 Ama 的創作旅程 開始於她和學校的合作 當時她邀請小朋友和她一起畫畫 並通過這樣的方式 一邊畫畫一邊學習 後來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 她的Project就大大縮減 在這一段困難的時期 Ama 開始為自己和鄰居的小朋友 一起寫故事 最初這些故事只是為了娛樂 但是她逐漸發現到其中的意義 開始更加認真地創作 她重新審視了這些故事 並決定將它們編輯成書 Ama 投身於創作 每一個故事 每一個細節 都是她親手完成 她不僅是故事的作者 亦是插畫家 她將豐富的想像力 和細膩的畫工 融入每一本書中 在這次的展覽之中 四本牆都展示著她故事書的節錄 排列著各種大小的畫作和文字 每一個節錄都展示了Ama 的藝術技巧和獨特風格 她的畫工細膩 故事內容引人入聲 兩者可以說是互相揮影 形成了獨特的藝術表達 展覽可以給觀眾 近距離欣賞 Ama 的創作歷程 感受到她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生活經歷 來到今天這段影片裡 參觀最後一位藝術家的作品 原來今天收好早 所以我也要快一點 這位是一位版畫的藝術家 這是她真正正正的工作室 剛才看到的都是展覽的場地 但這位是這位藝術家的真正正正的工作地方 她自己擁有一個中小型的印刷機器 她跟我說如果她要再做大一點的作品的時候 她就要出去租別人的機器用 也看到藝術家也是對大自然的靈感取決於大自然的 你可以看到他會給你一點過程 例如他心目中打算做樹葉 他會怎樣做呢 他可能會在銅板上或不同器材的帽子 先做一個形象 然後他就重複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層面上去 這裏有些工作之中的帽子樣子 這裏是一個項目的大概 一個整體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怎樣變化呢 變化到幾多層 這些就是他自己一邊做的時候一邊探索的 或者用不同其他的顏色 這樣 例如放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 他那個帽子其實是 在這張紙那裏壓出來的樣子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他這個藍色的作品 就是現場看呢就是很多層次的 還有很有 看來很有質感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也挺喜歡這一幅 那 那 剛才跟藝人聊天 那 因為我曾經在美國讀書 曾經都參觀過其他藝人朋友的工作室 那都跟他這裏的尺寸是有點像的 那 有工作室當然有工作室的好 因為工作室呢 就是 如果你那天決定去工作室工作的話呢 你來到這裏呢你是會專一一點的 反而如果在家裡那裏工作的話呢 就有時候會不夠專心啦 有時候會傻一點啦 那樣 版畫呢 通常呢被人覺得呢 是 嗯 好像幅幅一樣一樣 那樣 但其實呢 因為版畫那個印刷術呢 是手工印刷來的 那每一張你都是自己壓出來 或者滾出來 那樣 那所以其實你細心點留意的話呢 其實每一幅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所以如果就是版畫的藝術家呢 他通常會在那張紙品製作那裏呢 就標明號碼 那你會看到就是 同一個款裏面 這個已經是第幾幅啦 那樣 但是細心比較的話呢 其實呢 是每一幅都不一樣的 唉 逛了全日有點累了 終於都可以打道回府了 因為始終 今天都跟FACE在劍橋的藝術家聊天啦 那都用了一天的時間 Opening Studio呢 會不會只是得劍橋友呢 那樣 其實就不靜止的 那我就知道呢 倫敦啦 Bristol啦 Brighton Osford 還有這個Norwich啦 York啦 Edenborough 還有這個Glasgow 都有這個Opening Studio的 那所以其實 其實英國對這個文化藝術呢 都挺重要的 那這些知識呢 都是剛才跟當地藝術家聊天的 都得知回來啦 那又 可以跟他們 Give in touch啊 可以 就是 認識更多的 本地的朋友呢 就透過這些活動那裡去認識他們啦 那 就是 希望呢 我今天的努力沒有白費刀啦 希望你們都覺得有興趣一點啦 那我也都 介紹得 盡量是 不是單一的 盡量是多方面的 不同的藝術的作品啦 那可以給大家看到多些 是多方面的藝術家的發展那個方向 那樣 那希望大家都給個like啦 那如果譬如喜歡我這個頻道呢 記得記得訂閱我的臺 那還有 要你們幫忙 就是 share多一點 我的影片出去 那希望可以 就是 給喜歡藝術的朋友 知道我 有這個channel 那 那我今天都要休息啦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